他来自一亿三千万年之前 他专心养殖二十亿年 为了找到合适他生存的地方 他费尽心思 从水库到清江 从江中到岸上 今天的生才有道 让我们共同关注 寻鱼搬家 好有劲儿啊 我觉得他甩我一尾巴 我好像就能够倒下一样 乖 叫一个 叫爸爸 乖 叫爸爸 生才有道 致富从这里起步 大家好 今天我这一步是走到了水里 现在我好紧张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 刚才和我一起玩的那几个朋友 看就是他们 什么朋友啊 一点都不友好 好凶啊 其实从上面看 你们可能还不太能看清楚 它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它具体是个什么形状的东西 好多啊 咱们换个地方吧 换个地方我带你看得更清楚 看到了吗 鼻子下面有四根小胡子 长得特别的 憨态可居 而且 它的身体侧面 你看 有一根好像用骨头组成的硬硬的线 它有多长呢 有一拖这么长的 有小两米吧 这么大个 难道是鲨鱼吗 告诉你还真不是 要是鲨鱼 我刚才也不敢下去了 那它到底是什么鱼呢 别着急 我们马上找人为您揭开谜底 四根小胡子 身上侧面有一排硬硬的侧线 这是什么鱼呢 寻黄鱼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位 就是这些寻黄鱼的主人 它的名字叫 兰泽乔 这条鱼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鱼相比 它就小多了 是不是它年龄比较小 它这一两年 只有一两年 那刚才 走步 那刚才那些鱼它有多大 那都是五到八年的 寻黄鱼 俗称寻鱼 是鱼类中寿命最长 个体最大的类群 一般五年以上就可以长到一百公斤 寻鱼可以活到一百多岁 目前发现的最大个体 达到三千多公斤 体长 接近十米 它一张嘴子把我的头吃进去 这几条它都得有多少年呢 这个十四年 十四年 这个没有两米多 两米多 所以四百斤 四百斤 作为白恶纪时期保存下来的 古生物群之一 寻鱼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 其原始古朴的外形 已以三千多年来 几乎没有改变 全世界共有二十七种寻鱼 兰泽桥的天侠鱼业就养了十七种 寻鱼不仅具有珍贵的科研价值 而且还极具商业价值 说到它值钱的地方 除了肉 皮 骨等常见的部位 还有一项的确是价格不菲 像这样的鱼 基本都是成熟辣的鱼 一般都在一百公斤左右 它的怀量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也就是说 这样一条鱼可以产十五公斤鱼之价 这个市场上 每一公斤鱼之价的价格在三千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 这样一条鱼 只卖鱼尺就可以赚到四百五万块钱 鱼子酱被西方称为三大真卫之首 有着两千多年的实用历史 大多数的鱼子都可以做成鱼子酱 而鱼鱼子酱尤为珍贵 越是高级的鱼鱼子酱 颗粒越是圆润饱满 色泽清亮透明 甚至微微泛着金黄的光泽 因此人们也习惯了将鱼子酱 比喻做黑色的黄金 由于产量很低 鱼鱼子酱的国际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小小的一盒出厂价就要六百多元 记者这一勺下去就不少钱呢 就这么一小勺一百多块钱 天哪一口一百多一口一百多 我也尝尝啊 不能这样吃 不能这样吃 怎么吃呢 外国朋友呢 一般的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虎口这个地方吃 放在虎口吃 来我来试试啊 鱼子酱的保质期很短 一般都会冰鲜保存 品尝时也要把包装瓶 放于碎冰之上保持鲜度 最正宗最能把鱼子酱的美味 展现的淋漓尽致的吃法 是将约一勺量的鱼子酱 放在虎口处 用体温将鱼子微微温化 继而放入口中 才能品尝出最佳的口感 感觉特别像 吃了一口上好的奶酪 但是它又没有奶酪的那种腻啊 腥啊 整个鱼子酱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它一点腥味都没有 全部都是特别滑 特别润 特别香的口感 真棒 不愧这个价格 我再来一勺 2006年 兰泽桥的天霞渔业 经过多年的续养 已经拥有数百吨 五年以上的母鱼 如果成功取子 每条都可以给它 带来上万元的效益 但是这些群鱼 并未完成实力 而是给兰泽桥 带来了一次 养鱼生涯中 最惨痛的经历 这个当时呢 我们公司的 种鱼的一共是了 600多吨 占我们的这个 种的 血染量的80%左右 已经养了五年的群鱼 为什么毫无征兆 说死就死了呢 而且还是这么大批量的死亡 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那一年呢 是重庆的 重庆五十年的大汉 这个因为它的五十年大汉 就波及了我们这个重庆周围的地区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呢 我们这个青江水域的上游有一个电站 刚建成 它要修水 这个在徐水的过程中间 也就是说没有一滴水 到咱们五级水电站 和三级水电站 水不能交换 天气延遏就导致了水质的磨化 水温的轴部升高 最高的时候达到三十二度 三十三度 兰泽桥养殖的群鱼 最佳生长温度 在二十到二十四摄氏度之间 超过了这个温度 群鱼就不再进食了 发现情况不妙的兰泽桥 几乎天天泡在江边的网乡旁 自然水体高养殖带来的弊病 让它焦急完成 最大的弊温就是不可控 靠天吃饭嘛 必须看老天的颜色 老天 它的话 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我们这个人类就没有办法能够控制它 增养 给药 换水 用了多种方法 却因为水体实在太大 无法缓解状况 终于 最让兰泽桥担心的情况出现了 群鱼开始从最初的一条两条 到成群成片的死 说起当时的心情 脑蓝至极 都像死了羊羊的蓝兽 我们的这些鱼的话 这个到个什么程度呢 把我们自己的冰库装满了 把咱们移动室的这个冷库装满了 把咱们这个移仓室的冰库装满了 我们还要向外面的话来划送 经历了严重的打击 兰泽桥并没有一蹶不振 他开始思考 是不是该为剩下的那些侥幸躲过一劫的群鱼搬个家呢 要感觉这个风险东西 只有把它搬上岸 只有把它搬到 死了 要说给群鱼搬家 兰泽桥可是有经验的 擦养群鱼的技术在国内可真是不差 早在九十年代初 我国对群鱼的开发主要停留在保护和科研程度的时候 时任湖北省机械化养鱼开发公司总经理的兰泽桥 已经率先从美国引进了持吻群 并开始着手开发群鱼的商业家 这个鱼样子很特别 你看它前头有一个长长的鼻子 像小仓池一样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持吻群 这持吻群啊 最少就是由蓝总引进到国内的 哇你看 好可爱啊 它的嘴在这个鼻子的下面 三分之一处 三分之一处啊 为什么咱刚需要这个鱼系这种持吻群 除了鱼系续州以外 美国的其他地方都是做保护的 我们就找到了这一个控制 这个车的控制 就是说从美国来 把这条鱼系通过 通过它来 重新和大一种鱼产业的发展 哦 天哪 你看它嘴长好大 1995年 兰泽桥离开单位 成立了天侠渔业 在宜昌市当阳县的水库旁 开辟了三个养殖区 陆陆续续引入了更多品种的鱼鱼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兰泽桥最早养鱼的地方 现在呢 看 这里已经变成了它的浴厨室了 这个地方其实全都是小鱼苗是吧 对 给大家看一下 看 小的这个鱼鱼只有一丁点 看 看 只有我手指头那么大 远不是我最初的时候看到的那么巨大的 那些是要长十年八年才能长到这么大 从这个鱼苗长到一百公斤 八年时间 那如果我只是想要养商品鱼呢 就是卖到市场上吃肉 一年时间就可以达到一公斤 哦 那还还可以还可以 九十年代末 市场上的鱼鱼数量还很少 每斤可以卖到一百多元 1999年 兰泽桥试探性的将一部分商品鱼投放到市场 没想到 当年就给它带来了一百多万元的收益 于是兰泽桥打算继续扩大规模 他将眼光投向了几十公里外的一都市的青江 青江最特别的地方呢 在于它的水源不仅仅依靠上游降雨的补给 还有就是很多的地下水源会汇流到江中 也因此呢 造就了青江广阔的水域 干净的水体 尤其是适合巡黄鱼生长的水温 经历了第一次成功的搬迁 兰泽桥在青江一口气下了四百个网香 专注于鲜鱼的养殖 随后的几年 每年仅靠肉用商品鱼的销售都有数百万的收益 渐渐的大家发现老兰卖鱼有个特别 它的鱼是挑着卖的 那老兰到底在挑什么鱼呢 我们就要想千环波济 这个修养大量的实行巡客鱼类 这样就达到一方面的通过我们的繁殖 筹进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通过我们养殖的鱼籽样的话呢 这个奠定我们筹进产业的基础 因为母鱼在性成熟之后带有鱼籽 所以价值高出公鱼几十倍 兰泽桥这才会将绝大部分公鱼卖出 而保留母鱼 可是还没等这批母鱼为它创造高额的利润 就遭遇了水温过高母鱼鱼大批死亡的事件 正是因为这次事件 坚定了老兰再次为鱼鱼搬家的决心 如果说从当阳水库到青江 是老兰养殖的巡黄鱼第一次搬家的话 那么把接近成熟的母巡鱼从青江搬到岸上 应该算是这些巡鱼的第二次搬家 可是这次搬家并不像上次那么顺利 这个露天的水泥池 就是当时老兰用来释养巡鱼的地方 没想到这里的温度更加不好控制 太阳一出来的话这个水温就高了 这个水温最高的时候能达到多少高 最高的时候达到35度 这比那个青江其实还要难控制 青江那么大个水域 对 还要难控制 这个那么一点水 太阳一晒 温度就上来了 也就是说这里您投了不少的鱼进去 对 大概投了多少次 哪一个少说这个十次二次次 虽然屡败屡善的精神很压 可这么下去始终不是个办法 江里的鱼上不来 遇到坏天气照样会死亡 人工养殖场地也无法满足降低水温的要求 兰泽桥的巡鱼养殖事业 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困难 就在老兰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得到了一次去德国参观的机会 德国的朋友是个养鱼的朋友 到我这里看了以后 受到我的恶心接待 他也很感动 希望能够我到他的工厂里去 吃到取取鲸 看看它是什么感觉水温控制的问题 可是等兰泽桥走进朋友的养殖场 他马上就意识到 这个鲸恐怕是取不回来了 实际上看到他们的模式以后 我感觉到我学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健身标局很高 要花很多的投资 才能够把现代化的工厂才能搞定 兰泽桥打算把江里的鱼搬到岸上去养 但是降不下水温 他到德国的朋友那儿去看人家是怎么降水温的 发现人家是花了血本的 那是花了大价钱 他花不起 兰泽桥觉得自己好像遇到了一个瓶颈 卡在那儿怎么都过不去这个卡 于是他从朋友的养殖区回到了酒店 但是在酒店里他看到了一件事情 让他有如醍醐灌顶毛色顿开 那兰泽桥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回到宾馆里以后 老师说我就像写了一个写了气的皮球 同时就去到游泳池里去游泳 我呢就在游泳池周边的这个进走 在这个进走进走 走了几圈以后呢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兰泽桥发现 这个宾馆的游泳池是依靠地温来调节水温的 那么养殖鱼是否也可以利用地温呢 就是怎么把鱼的养殖温度 和咱们的这个当地的地下的温度结合起来 我们就成功了 利用地温来调节水温 这个想法让兰泽桥非常兴奋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是可行的 于是回国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地三尺修建鱼池 现在咱们这个池子往下挖了多深 两米深 我们把养殖池放在地下 地温控制水温 夏季最高温度26度 冬季还有13度 养多少鱼 我们这个池子100个平方 养料10分一米 水温控制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兰泽桥迅速将他的大鱼 搬到了地下养殖池 适应了新家的鱼鱼 掌势喜人 我身边这位呢是咱们天下鱼业的饲养员吴师傅 吴师傅说要给我们展示一下鱼鱼吃东西是壮观的场面 我还没见过鱼鱼是怎么吃东西的咱来看一下 其实它们还是非常温顺的 这个鱼鱼鱼的方法主要是因为它嘴里没有牙齿 没有牙齿它最要用吞的方式 个体一大 再一跃就显得很凶 这边兰泽桥把鱼鱼从青江搬上了岸 可是青江里养殖鱼鱼的人却越来越多 你养了多少鱼鱼 一十万斤 十万斤啊 多少箱啊 两个箱 这些能值多少钱 一个假钱说不好 三四百万要有 三四百万也是有 鱼鱼生长速度快 个儿大肉多 于是养鱼鱼成为当地农民一条发家之路 看这个火力全部是拍的 已经被它喊到它 但养殖力度过大 不仅造成了青江的污染 也影响了鱼鱼的品质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鱼多了就要花瓶 花瓶了就要用药 用了药就要有药材 药物残留不仅仅会影响农民手中鱼鱼的销售 在兰泽桥看来 更是一个影响整个行业发展的大问题 应该说是叫做灭顶之战 咱们农民把这个鱼拿出去卖 大了不久是退回来 咱们企业拿出去卖是个品牌问题 你退回来有什么用呢 兰泽桥自己把鲜鱼搬上了岸 但当年他带动起来的养殖户却遭遇了困境 老兰会向他们伸出援手吗 又该怎么帮助他们呢 兰泽桥把自己养殖的鱼搬离了自然水底 实现了工业化养殖 看到其他养殖户由于密度过大 遭遇困境 心中十分不忍 于是他专门研发了一种 针对小规模鱼鱼养殖户的养殖模式 走进兰泽桥的这一个养殖区 您就会发现 我身后整个哪里是鲜鱼养殖区 这不就是一片草地吗 像花园一样 但是这个花园可不简单 它其实是一个水上花园 你看所有的植物都是生长在水上的 而这种水上生长植物 旁边养鱼鱼的模式 就是兰泽桥要推广给大家的天侠模式 兰泽桥养鱼采取的是全封闭的方式 这也就意味着 它鱼池中的水都是死水 但老蓝巧妙地借助空气增压装置 推动着水进行小范围循环 在净化区利用植物 微生物杂鱼等 将养殖鱼的污水净化 重新注入养殖区 这样一来 死水就变成了活水 源源不断生生不息 那又该如何将这个模式搬入农户家中呢 记者来到宜都市红花套镇73岁的老汉鲁武昌家中 兰泽桥的天侠模式 最早就是从他家开始推广的 您好 请问您是卢大爷吗 我是 你好你好 这就是卢大爷家里了 他呢就养了鱼鱼 是吧 养了鱼鱼 养了鱼鱼 这房间里看一圈 这是小饭桌 看来是平时搭饭店用 对 这是看一个房间 那这是小牌部 有点相关的 这鱼养在哪了呢 在地下室 地下 您带我一下呢 好吧 可以 卢大爷的房子 是根据兰泽桥提供的方案建起来的 是一个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的建筑 地上的部分用于一家人的日常居住 而卢大爷在家养殖鱼鱼的玄机 就在他的地下室里 打开了这扇门 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地下的小花园 看底下 全部都是花花草草 这样一个地下室占地一百五十平方米 三分之一用来种植物 搞进化区 剩下的三分之二 全部用来养鱼鱼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搞了四年了 正常的小鱼 就是摸索成功的正常小鱼 搞到五万到六万块钱 什么的鱼 纯利润吗 纯利润 卢大爷养的鱼鱼 只收两年左右五斤大小的鱼 因为这么大的鱼鱼再养一年就可以达到二十到三十斤 而兰泽桥的天下鱼业就会负责回收 卢大爷每天只需要喂喂料 看看水质就可以了 这样下来一年就可以轻松赚取可观的收入 比如我儿子在外头风的鱼的打工 以前也是能够三万多块钱 不到十万块钱 这个模式对我们实地农民是个资 解决了老百姓养殖鱼的难题 宜都鱼的产量大大提高 兰泽桥的天下鱼业也加快了研发鱼制品的脚步 只有将下游的产品链做好 才能更好地带动上游的养殖业 兰泽桥的天下鱼业年销售额在四千五百万元左右 年利润三千万元 其中70%来自鱼子酱的出口 而剩下的30%则依靠鱼肉的销售 那品尝过神鱼子酱 兰泽桥又带着记者来品尝许鱼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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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么没有刺 对了 它的口感非常的细腻 而且鱼肉特别的嫩 当然和蒜的做法也有关系 肉嫩不说 很香不说 关键是它为什么没有刺 我们吃的鱼都有胡啊吃 而且它的胡吃不能够利用的胡啊吃 大概45% 就是能够吃的部分只有55% 那这个鱼呢 这个鱼可以利用的至少是95% 怪不得我刚才吃那片鱼的时候 中间有一块咬起来非常筋道脆脆的 原来就是它的软骨太好吃了 来来来来 看过了老蓝养鱼鱼的故事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老蓝这一辈子呀 一直在给鱼鱼搬家 从水库搬到江里 从江里搬到岸上 从岸上搬到地下 从地下呢 再搬到农户家里 他所做的这一切呢 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养殖鱼 更好的让老百姓通过养鱼来致富 那老蓝这一辈子啊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他都一一克服了 我想一个人如果认真踏实的 一辈子去做一件事情 不管是谁 都会和他一样取得成功的 好了 养殖有风险 投资许谨慎 感谢收看本期的《生财有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二次创业迫使他下了一个更大的赌注 我也建议一个我们自己的网站 就是绕鱼 绕别人呢 钓钓鱼 这两位都是怎样利用各自的优势 把于佳乐做得红红火火 敬请收看明天的《生财有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看看